材料清单,鱼肉整条鱼,锯头400克,面粉70克,水刺15克,鸡蛋1个,白芝麻适量,生姜适量,盐适量,盖朝天椒5个,花椒,八角适量,将鱼切块,3个盖朝天椒馅末,将花椒,八角,盐,以及辣椒一起加入鱼块粥,腌制一碗盐尽量比平时炒菜的量多一点。 将腌制一碗后的鱼块用水,简单清洗一下,备用生姜,两个干辣椒,切末加入洗好的鱼块中,再倒入适量的白芝麻,将鸡蛋,面粉,清水,适量盐一起混合,搅拌成均匀面糊,然后将搅拌好的面糊倒入鱼块中,再一次使面糊与鱼块搅拌均匀备用,油锅烧开,转小火,放入鱼块鱼块,入油锅之前, 再在面糊中占几下,实际均匀地炸满面糊,中途不断搬动鱼块,避免糊锅,小火炸12到15分钟左右,就可以出锅了,小切十一,鱼块期间一碗腌制,或者早上腌制晚上炸,那样才入二二,鱼块尽量切小一点,这次切的烧大了一点三,油锅,一定要烧开,然后再转小火采放鱼块。